檢檢員路邊整理東西 沒想到後方的銀色轎車完全沒減速 直接撞上去 因為駕駛疑似吸毒吸道 精神換散 2020年臺北市一名公車司機拉K後 邊開車邊打瞌睡 失控撞上人行道 造成一死一傷 類似案件層出不窮 如今在發生疑似毒駕車禍意外 家屬指控肇事者疑似毒駕 必須進行尿檢才能夠查證 但警察卻拿他沒轍 被害人兒子喊出要促進修法 因為他過去就熱衷參與 甚至還有公眾活動 2022年甚至被民進黨提名 參選台北大安文山區的市議員 曾經公開大聊家族事業 陳盛文的父親是知名殯葬業者 臺灣人本集團創辦人成員 不過陳盛文卻沒有接家中事業 選市議員失利之後 轉而擔任立委王世堅的助理 他的妹妹也是名人擔任模特兒 經常在國際舞台上看得到她 冥想到母親卻疑似被獨駕者 撞到重傷住院 陳盛文出面呼籲修法 不要再有涉嫌獨駕者逍遙訪外 京新聞陳祥偉許惠美 立刻下載京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